然后众人回家 耶稣就去了橄榄山 第二天一早 他回到圣殿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他身边 他就坐下教导他们 法学家和法利塞人 带了一个行淫室 被抓到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先生 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 被抓到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是啊 杀了他 杀了他 你说怎么处置 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 要找把柄来控告他 但是他弯下身在地上写字 他们在盘问他的时候 他就站了起来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是没有罪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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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关下身在地上写字 他们听了这话 就从年老的开始 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 对了 就是他们指引我自己的 他就不成了 就算了 他就能估计 他们嗯 我先帮你 我让他拿着 导致 天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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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己身子 他们在哪里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有 先生 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 走吧 不要再犯罪了